而端午节前夕花莲市长魏佳贤在22号也来到了卫福部花莲东区老人之家 送粽子给长辈们享用 除了预祝老人家端午节快乐之外 也不忘贴心提醒 除了做好防疫措施 连日来花莲出现高温警讯 市长提醒大家要多喝水避免中暑了 22号上午市长魏佳贤与名利里里长萧文龙 共同前往了东区老人之家慰问关怀 市长表示端午节快到了 特别送上应景粽子 以及对老人家的祝福 希望可以让长辈们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今天来到我们花莲东区老人之家 那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宋主任 跟我们萧文龙里长 长期以来对这里的住户住民 尤其是特别花莲市的 都特别特别关心 那今天代表我们花莲市的市民 来关怀我们居住在东区老人之家的所有长辈 那我们希望在端午节的前夕 能够让更多的长辈一样分享到我们节庆的一个气氛 那也希望说长辈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怀 那我们希望说长辈在这里 如果有什么反应的部分 我相信在老人之家家主任 都把这些长辈照顾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跟里长配合 长期来关怀这里居住的长者 也希望这里的长者在每一天都能够非常快乐跟平安 那我们也更希望家人们 有时间能够多多带自己的长辈到外面去走走 散散心 也能够培养更多的一个互动关系 那在此也要祝福我们全体的花莲市的所有长辈 所有的花莲市民在端午佳节前夕 每一个人都平安快乐 老人之家主任宋静林 他也致政感谢状 感谢市长每一个重要节日都会来关心老大人 而这次端午节有别于往 施工所赠送了港式口味的果珍重 让老人家可以换个口味来尝鲜 市长也呼吁 未来有需要协助安置的长辈或独序老人 可以透过施工所社福平台 施工所会全力来协助安置 期盼花莲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城市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